好 那我們接下來呢 我們來跟各位介紹一下 這個叫漸層的增檢曝光 其實這個也很好用 為什麼 因為我們常常在拍照的時候啊 光線 尤其你如果在戶外 或者有些時候室內也一樣 就是光線只有一個方向的 我們有沒有常常看到那個人家拍婚紗 拍婚紗的時候 有人家拿那個啊 就是攝影機外 還會拿一個那個膠口 反光板對不對 因為它要幹嘛 曝光 因為在棚內它怎麼照都沒關係 就燈很多啊 可是在戶外就太陽一盞 所以它要把那個光線補起來 不然就會變黑白龍君嘛 一邊黑一邊白 那所以效果就比較 那這個呢 就有點類似這樣的效果 所以待會你會看到 有一個燈光就從這邊 然後打到這個地方來 那麼超過這個一條線的 這邊後面就完全不受影響 那中間呢 這邊的燈光最強 慢慢的減弱到這裡 好 減弱到這邊 當然它說的這種所謂的線性的也可以怎麼樣 變成放射就好像太陽要由中心點往外放射的 也可以 好 所以了解這樣概念 我們馬上來找看看 這個照片來練習一下囉 好 我來找一張 好 我來找一張 像我們上面這一張這個就很明顯 這一張 有沒有 這樣比較小張 那我們來看一下 像這個的話一樣就找到這裡 濾機裡面的相片 第二個 漸層的增檢曝光 漸層增檢曝光 按一下 好 這個時候呢 你就會看到囉 馬上就出來了 那麼 你可以看到 現在光線是不是要從左手邊來對不對 因為左手邊比較暗一點嘛 所以我就從這邊過來 好 那你可以拉過來 也可以在中間移動它 好 你可以中間移動它 請問有沒有不一樣 眼睛要看對地方喔 因為 有點頭的 看的是這裡 沒有點頭的 看的是這裡 對不對 這是圓圖 有沒有發現這裡不一樣 你在調的這個畫面它沒有改變了 但是 右上角 就這個地方 它事實上是有改變的 對吧 所以其實這種在補光上就很好用 因為萬一你那天忘了帶那個對不對 自己回來再補一下 效果也不錯 所以你可以透過這種方式來做 那當然如果你覺得這個燈光還是不夠強 它一樣是什麼 你看這邊 你看我們這裡的話 你會發現說 有沒有發現一樣是叫做EV值 在這裡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覺得你的燈不夠強 你就是把EV值調高 調成正的 好 那相對的也可以變弱 只是比較少人這樣用 如果你覺得太強了 你可以變成暗的 那就會有一個好像燈光的那種銳減這樣子的效果 會產生 這是給各位參考一下 有這樣的一個這個叫做漸層的增減附光 給你參考看看 那除了剛剛那個以外 我們剛剛到剛剛為止 事實上都是什麼 針對整張對不對 那有些時候是要局部的 怎麼辦 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用所謂的打光 打光 好 那你可以先看看我們下面這幾張照片的效果 好 你可以看到 最近有玩這個的 應該都會很難過吧 好 我也很難過 掉了一些 掉好多齁 那我們的那個金屬是不是都會怎樣 會氧化對不對 像銅最明顯嘛 好 所以一段時間你要去把它擦啊 好 那像這個金屬就要去洗洗 右手邊 這個就是自己洗一洗就可以了 這就用打光 那他就針對什麼 局部的地方 那麼我們再往下看 這個奶油絲對不對 再來 這種大熱天的 很多人都出去玩 出去玩你這樣他不戴太陽眼鏡 他會難過對不對 結果回來每個人都是什麼 都是長這樣這樣啊 自己修一修 自己美白一下 不然看起來很奇怪 那麼我們再往下看 在舞台上表演也是一樣 您可以看到 如果說一般像這個 如果你沒有站好 大概就像這樣 那你可以稍微調整一下 有沒有 這邊就可以把它再弄OK一點 那這邊呢 我們來看幾張 我們來找看看喔 好 我先把這個拿上來好了 好 這個 那順便看一下 一打開 因為這一張其實是 數位相機的原始檔 所以比較大 比較大 對了 你怎麼知道 那一張數位相機的資訊 你可以從這邊看喔 滑過來的時候 你看喔 你滑到一張照片的時候 比如說我現在滑到這邊對不對 在他這裡 我放大一點好了 你滑過去的時候 他會在這個 右手邊這裡 有一個資訊 我現在這裡比較看不到喔 有沒有發現 那上面又告訴你說 那張尺寸多大 對不對 什麼時候拍的 好 所以其實你可以 稍微留意一下 在那邊他就會告訴你 像這一張的話就是 2560乘1920 那這裡呢 你要放大一點 放大鏡在上面這邊 放大鏡在這邊 你這樣比例 你就可以稍微調整一些 好 那這一次呢 我們就不來濾鏡這裡囉 我們要去哪裡 你看我們左手邊 這裡 有沒有一個叫做修片 左手邊 有一個叫修片對不對 這個三角形 第一個的三角形裡面 就有一個叫做打光 打光有看到齁 第二個先等一下會講 驅逐黑斑斑 你等一下會講 這裡 好 你按下去之後呢 你可以看到 滑到我們螢幕 影像上的時候 他會變成一個圓圈圈 這就是你的筆刷的大小 筆刷的大小 所以你可以來上面這裡 把你的筆刷大小 做適當的調整一下齁 好 自己洗一洗吧 這樣有沒有簡單 那這種方式就針對局部的 或者說你剛剛像那種逆光拍的 你也可以用這種方式做 也可以用這種方式做 把比較暗的地方 稍微處理一下 稍微處理一下 還有你看像剛剛這一位 好 這個歪的 我們順便看一下 如果照片是歪的 因為有些時候你是直拍嘛 有幾種方法可以做 一個是你還沒有上來的時候呢 就可以先做 你看下面這裡 你看下面這邊 如果你選到一張 在下面這裡有沒有一個 向左轉向右轉 在這邊 你選到這一張 在下面這裡就有 這個是你還沒有出來的時候 他就可以在下面先轉好 那如果你要把它丟上來之後再轉 那如果你要把它丟上來之後再轉 從上面這邊 影像 跟整張影像有關的 它的旋轉版面在這裡 所以看你要用哪一種方式 這個應該是順直針轉過來 順直針轉過來 所以這一張不要懷疑 塗一塗 真的會變白 那你有沒有發現 我塗過一次之後 請問再塗有沒有用 你可以再塗啊 我想要再白一點呢 現在不是大家都要白一點嗎 再塗好像沒有用對不對 因為你塗過一次之後 他就不理你了 所以如果你要有作用 麻煩你 上面有沒有看到一個 叫更新筆刷 這裡 好 就是說你塗過了 你想要再有第二次 第三次的作用的話 就麻煩你按一下更新筆刷 這時候再塗 才會有繼續第二個作用 這樣清楚了齁 下次不用裹酸換膚嘛 很麻煩 至少麻煩啊 假痛啊 這樣網路上的照片還能夠信嗎 有Photoshop之後大家都不信了 更換Photocab 對不對齁 很多都是假的齁 一定要合成 好 那這樣子應該就沒問題 那這邊呢 剛剛這一張 你也可以嘗試看看 好嘗試看看 那麼像這裡 就會有另外一個問題 我要問一下大家囉 請問這裡有救嗎 如果這裡這種地方會有救嗎 要怎樣 有東西站不住啊 它這個是反光嘛 對不對 好 事實上我們 現在在用這個EV值 好 這個 這個所謂的打光 他們事實上都一樣啦 都是在調整EV值 但是有一個前提 就是 一定要有顏色的資訊 如果你今天已經到了什麼 純黑 純白 很抱歉 這給我回來 不是我不想救它 事實上打光 打光你可以看到 你看上面這裡 各位有沒有發現 打光你在做的 也是在做一件什麼事情 是不是叫做曝光 對不對 那既然可以正 可不可以變負的 可以喔 這裡是可以變負的喔 我們來看一下喔 你看 有沒有發現這是變負的 對不對 但是 做一下給你看 這裡 有沒有發現怎麼塗都塗不下來 臉會變暗沒有錯啦 有沒有 你要歐臉呢 不用去造什麼那個 呵呵呵 自己來就好了 很快耶 但是這裡有沒有發現塗不下來 為什麼 因為那個地方已經完全沒有顏色的資訊 所以你變白或變黑之後 都沒效啊 所以我們寧可你在拍照的時候怎麼樣 不要打閃光燈 很多人其實喜歡拍照打閃光燈 可是問題是閃光燈一打下去 很多地方有沒有 尤其像鏡框啊 有些地方完全變白了 那個你就救不回來 你比較暗的還有機會喔 還比較有機會喔 像我 在這邊我記得我放一個 這裡 我記得我這裡有放一個 相片編修 好像有 好 像這裡啦 這個你也可以看一下 像這個 導覽2 這個 我把它丟進來 好 你看像這個 你有沒有可能 這個我們最近去那個台江內海 好 台南那個那邊去看 你在這種大大樣子下 有沒有可能拍到這樣子的情形 很多嘛 那講解員很辛苦耶 你給他 去那邊去黑黑 對不對 所以我把它放大一點 你看 真的黑黑對不對 對啊 這個 不要再讓他變黑了 要拍黑更快 要拍回來更困難 有沒有 對不對 你可以 不夠的就是更新筆抓 不過說今天 他本身今天很黑的 呵呵呵 那拍得太黑了 所以這個效果會稍微比較差 稍微比較差一點喔 不能做太多 做太多 這樣那個黑白差太多 好 所以這個是給各位參考一下 你可以像這樣 那另外一張這個 小朋友的 一樣 你看 在這邊 有沒有 有時候拍剛好這樣對不對 我們先看整張的 他就剛好面對我這邊啦 呵呵 那這樣效果比較差嘛 所以其實一樣 你只要把它 這個 調整一下 對不對 你重要的其實你就是像這樣 幫他做一下 很快的啦 突然 夠了嘛 呵呵 這樣回去就不會有覺得遺憾了 OK 所以這個打光 事實上是一個很好用的工具 給各位參考一下 大家也可以稍微練習看看 可以的話 最好是用自己的照片 最準 因為你就知道說 那個修起來大概怎麼樣 要 就要 這些